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刺绣花朵呼应 把暖色系全部放在了肩部椅上 凸显造型重心的同时 也着重于衬托女王白皙的肤色 只是女王全程表情严肃 显然一个月的时间并没有真正的让她走出悲伤情绪 在葬礼上偷偷抹泪的女王 这次依旧是行单影之 身边再也不会有亲王陪伴了 与往年的对比图更让人揪心 一下注重情绪管理的女王 如今也是满脸写着不愿 在王室的多重压力下 她的身材也明显消瘦了不少 精神状态也不像以前那样饱满了 值得关注的是 女王没有像往年那样穿着长袍 带着王冠出席议会开幕式 而是继续日常装束 以大衣加帽子的王室端庄形象呈现 但王冠还稍微按照往常的程序 和女王的分别抵达目的地 不过这款保湿龙蓝宝石凶针 依旧显出了对这场活动的重视感 而这对别人的凶针正是1944年 她父亲乔治六世 在那18岁生日的时候 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而且这一次她也没有像往常那样 乘坐专属紫色皇家车马亮相 而马兽运动是亲王最爱的一项运动 大概是董物丝人 女王首次以这种全新的形式亮相 尽量地不触碰亲王的一系列举动 显然也能看出亲王离世 对她的打击有多大 甚至十天前 她还被拍到 独自一人冒雨驱车来到温莎草地 查看菲利普亲王留下的马车和马匹 孤身一人默默地思念亲王 往年都是亲王穿上制服 掺着她来到目的地 今年身边换成了儿子查尔斯 其实从造型对比就可以看出 落寞孤寂的感觉 连查尔斯也没有特意的选择制服造型 不过显然也在造型上做了一些改变 以正式的燕尾服礼服造型 彰显这次活动正式感的同时 也不会抢走女王风头 地位自然是不同往日 没了亲王查尔斯王属身份 似乎又有了提升 如今成了女王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了 查尔斯难得打扮得如此精致 相边礼服版型精致修身 连发福的身材也显得不是那么臃肿了 不过大概是因为服装色系问题 罕见以深色系礼服亮相 皮肤红通通的 着实显得状态不佳 一双手肿得像猪蹄 不过小手指却始终佩戴着 象征权力的金戒指 看来尔顺之年的查尔斯 依旧对权力抱着很强的热情和野心 凯米拉自然也不以正式的 脱地礼服裙造型亮相了 一身大衣套装按照女王风格打扮自己 但是纯白色系呢 还是特意选择了往年的同色系打扮 呼应查尔斯的中性色搭配 大衣外套胸前的拼接式造型亮点 同色系胸针搭配 把极致简约的中性色高级感展现出来 查尔斯地位提升 卡米拉自然也挺起了腰板 一款宽颜礼帽搭配格外提升造型的 抢镜效果 珍珠白亮面材质展现出超强的华丽质感 没有凯特抢镜 卡米拉这次自然也是抢镜人物了 女王的一生经历无数盛大风光的场面 1952年登基 1953年加冕 她在王位上已执政近70年 是王室历史上再为时间最吵了一位君主 一位王室评论员表示 无数庆典欢喜的背后 女王也面对了无数的闹剧和心痛 明年2022年 女王执政正好70周年 按照计划 女王会以大型庆典 庆祝这一特殊的时刻 这时英国全国放下四天 王室评论员丹尼尔拉埃尔西尔说 女王一生风光的背后呢 也有过太多迷惑痛苦 就说刚刚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呢 就有许多事影响着女王和王室 她在news.com.au网站上写道 上个月失去亲王 是女王有史以来最为心痛的时刻 亲王去世 留下以95岁的女王 整个王室的运转 考验着女王家人的忠诚度 而今年的7月1号 是大安娜王妃去世25周年纪念日 虽然她与女王已经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作为王室历史上 最有影响力的平民王妃 虽然她已去世 但王室仍然活在她的阴影下 无法摆脱 2010年3月31日 哈利梅根正式退出王室 并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 并在2月底接受了奥普拉访谈 直言王室种族歧视 让女王不得不发声明 回应两人指控 希望低调地在家庭内部解决 哈利与威廉坚的分裂 哈利梅根在美国的一举一动 更是会在将来持续笼罩女王的心绪 而今年7月 美国纽约高等法院将对前富豪 爱波斯坦情妇 麦克斯维尔案件进行审理 此事更是牵动着女王的心 因为麦克斯维尔是安德鲁王子的朋友 同时 他也是为爱波斯坦 列举位成年少女的实际操作人 安德鲁王子是不是牵涉其中 引人遐想 案件的审理将再一次将王室丑闻制造者 安德鲁王子带回公众视线 人们不禁回忆起他在2019年BBC新闻之夜中 接受主持人艾米利的采访翻车现场 而同样在美国大西洋另一边 哈利梅根与Netflix合作的全新的纪录片 威尔士王菲正在酝酿中 订阅电视服务之前针对戴安娜的纪录片宣布 此次制作的纪录片将长达几小时 内容全部为之前没有公开过的内容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 纪录片的播出将再一次带动相关书籍和电视节目的跟风报道 今年是戴安娜王菲去世25周年 也是她60岁生日 而这一切都是让王室闹心 让女王伤神之事 阿尔瑟表示 现实是直到目前为止 虽然王室挥不掉的影响就是来自于戴安娜王菲 叶志营绕在王室周遭 而新的纪录片播出将再一次引发公众对王室的审判 虽然戴妃已去世 但是双方的较量一直没有停止过 而昨天一向受女王偏爱的堂弟 肯特的麦克尔王子再次陷入丑闻 利用王室关系牟利 被英国四频道节目揭露 曾经女王的座上兵白金汉公 将不得不考虑以后要不要邀请她 所以上一切都说明一个事实 王室的近一年多时间 对于女王来说没有喘息 相反接下来的18个月 将是王室最关键的时间点 哈利和王室和和好 或走向更为分裂的极端 一旦分裂之后 诸如奥普拉访谈之类的事情将不可避免 不得不说就连Netflix的编剧 也跟不上英国王室的闹剧节奏 我没关系